小时一瘦 老家在南美 属于夜行性动物 眼睛小视力差 体型也不大 但是脾气却不小 就算每周虎也不敢轻易招惹这祸 打架是索猴家扣鼻 属实有点皮 战斗形态 和小熊猫一样 在遇到危险时 会用尾巴支撑地面 然后张开双手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大 更强壮 只是好像没什么用 本来心情就不好 你还想要我的这身雕 干饭王 拥有比狮子大两背的爪子 走路只能胳膊肘往外拐 风利的爪子能轻松捣毁蚂蚁的巢穴 每天要吃九千只蚂蚁 为了吃蚂蚁 这祸能走三公里 几乎一天啥也不干 就忙着干饭 防御手段 在遇到危险时 这祸身体的臭陷还会释放臭味 以此赶跑入侵者 臭味的威力是臭幼的死背 好称森林里的小臭鬼 黑色背心 为了防止十一兽宝宝受到伤害 十一兽妈妈会把幼崽托在背上 如果你想耍个裤 就要穿上背带裤 出门还要妈妈托 就像心爱的小魔 只是大哥 这大夏天的穿个黑色背心 你不热吗 这样一只可爱的小吃虎 你爱了吗